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我们山东这边总是感觉有啥好事 先想着别人 比如说这个陵墓优位新款 我看着云贵川现在都有了 包括湖南湖北 包括江苏新款的优位都已经有了 但是就是我们作为原产地的济南 新款的陵墓优位到现在没有上 啥原因呢 不就是清理库存吗 可是我在想 作为一个原产地的大伙 我们济南人都在支持陵墓优位 可是你这个时候有好事 你先想着别人 新产品不先给自己的这个市场上 先让自己的这个市场消化你的库存 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挺不地道的 不光是陵墓的优位 包括豪爵的AF2也有新款 但是豪爵的AF2新款在山东也没有 山东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难道这个各个厂家对他们都不重视吗 比如说最新款的三阳的巡逸150 我看到江苏有试驾车 到山东照样没有 在这里啊 我想说的一句是 2023年啊 你像赛克龙啊 你像无极啊 你像前江啊 他们都会出125级别的踏板车 并且据我所知都会标配前后的ABS 价格还不高 到时候这个市场 如果说有一天大家伙摒弃了 你别说UV啊 摒弃了AF2 摒弃了三阳 你们不要哭 因为你们不重视山东的市场 这就像一个学生 你努力学习了 那自然应该学习成绩好 期末的时候能交上一份满意的大卷 平时你就糊弄 有啥好事都想着别人 那你那个销量 那你有事的时候 你也想着别人 大家伙知道 我们领目的UV豪爵的AF 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到山洞呢